该来的还是要来 本周末苏姆达尔基迎战蒂姆艾利奥特 这场本应该是两年前就应该发生的比赛 当时因苏姆西场退赛 两人没有打成 终于还是碰上了 苏姆早在2018年就打进了UFC 只是比赛频率一年才一场 要么疫情 要么受伤 要么是对手退赛 UFC战绩三胜两负 上一场比赛很多全迷都不明白怎么输掉的比赛 如今面对冲击前十的机会 即使不被外媒看好 从大山走出的苏木 上与付出的苏木 能否带给中国全民们更多的激励 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我这次体重协商到61公斤 所以不用太多的去降重 我觉得这就很开心 当时是我的经济 我正在训练 我跟宋亚东正在训练 然后训练了一半差不多 我紧紧地给我说我的对手退赛了 然后我当时还不信 我以为他们跟我开玩笑 然后后面我看了文件确实是退赛了 当时就很无语 对 差不多 过了几个小时 然后UFC说会给我重新找对手 那那个时候我很开心 我觉得我备战了很久 控制体重很久 所以我希望不管是哪一个对手 只要能给我安排上比赛 我觉得我就很开心 对 第一牵法就是经验很唠叨 经验很丰富 新的体重最大的优势就是 现在不用降重 差不多还有两磅左右 就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体重 怎么说呢 就是我还可以 我中午还吃了一大碗米饭 其实平时体重差不多也就65-66公斤左右 没有什么计划这次 因为我觉得我对手也没有计划 我知道 怎么说呢 他的打法很另类 肩招拆招吧 其实我打上一场比赛之前 就我的膝盖ICL撕裂 然后上场比赛打完 我做了个手术 一直在做康复和训练 他的计划